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得懂吗 有一个猪说 假如让我再活一次 我要当一头牛 虽然牛生活苦一点 但名声好 我们猪似乎都是傻瓜和偷懒的象征 连人家骂人都要说 你这个蠢猪啊 牛说了 假如让我再活一次 我愿意做一头猪 我吃的是草 我牛挤的是奶 干的是力气活 有谁给我评过功 发过奖 你看做猪多快活 吃了睡 睡了吃 围头大耳 生活赛神仙啊 最有意思的是人的答案 不少男人说 假如让我再活一次 我要做一个女人 我可以随意撒娇 发脾气 做公主 大小姐 妇太太 最重要的是 我可以支配男人 让男人拜倒在恶地十六群下 女人的答案 搭卷 一律填写为 假如让我再活一次 我一定要做个男人 我可以蛮横 冒险 当皇帝 皇太子 老爷 我还可以打人 最重要的 我可以使唤女人 这个时候上帝看完 气不打一出来 这些无知的 只知道盲目攀比的 太不知足 把所有的答卷 全部撕得个粉碎 然后上帝说道 一切造就 这个故事告诉大家 在现实生活当中 人就喜欢跟别人比 越比心理越不平衡 看到别人的优点 看不到自己的优点 看到别人的优点 却忘了别人的缺点 实际上 生活不能靠攀比 你们知道 生活的美好靠什么吗 靠珍惜啊 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有缺陷的 实际上 真正的幸福就是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 你只有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人 你才能真正的去享受这个幸福啊 你都没认为自己幸福 你哪来的幸福不可言 所以很多人经常说 我苦啊 我苦啊 什么都苦的 哪有那么多的苦啊 好好的把心放平吧 什么是你的 没有的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你们今天已经拥有了很多了 赶快放下 你们会拥有更多的智慧 谢谢大家